大家好 欢迎来到聊聊 我是酸酸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身体上有那么多的器官 有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这么多器官当中 为什么独独只有鼻子可以呼吸 可以闻到气味呢 我们鼻子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它既可以呼吸 而且还是一个嗅觉器官 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嗅觉可是不可或缺的 比如说发生火灾的时候 当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还没有看到 或者听到有灾情发生的时候 鼻子就已经先闻到了一股糊了的味道 从而它会告诉大脑 可能是着火了 而且有些东西用肉眼看 并不知道这是什么 可是你拿起来闻一下 那都能立马就知道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鼻子 能够辨别各种味道呢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要想鼻子能够闻到气味 首先就要有气味这方面的来源 空气中是有挥发性的化学分子的 当它被吸到鼻腔里的时候 就会跟鼻子里面的气体发生结合 然后再将这种信息传到大脑 大脑立刻就辨别出了 这是一股什么样的味道 还有一部分人 他们经过了一些特殊的训练 所以用鼻子来辨别气味的能力 非常厉害 比如说在香水这个行业里面 有一些技师 可以说是闻气味方面的专家了 他们光用鼻子就可以闻出很多种香味 来辨别他们的好与坏 甚至两种相同的东西 可能我们一点都分辨不出来 可是他们一闻 马上就能察觉到细微的差异 这就是他们通过训练的厉害之处 还有一些品茶品酒的技师 除了要有很好的味觉之外 同时嗅觉也必须要更好 这样才能够分辨出酒或者茶的等级 除此之外 嗅觉还可以增强我们的食欲 当你闻到了好吃的味道的时候 就会瞬间变得很饿 并且非常的想吃东西 我想每个人大概都有过这种感觉吧 那么你知道为什么感冒的时候 就会不想吃东西了吗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你的鼻子被堵住了 虽然食物的味道还是跟往常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闻不到啊 所以才觉得 哎呀好没有胃口啊 觉得一点也不好吃 但是其实食物跟我们平时吃到的 是一样的 其实鼻子能闻出味道 是因为在它的内壁有一层黏膜 上面大约有1000多万个嗅觉细胞 它们跟大脑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并且气味其实就是一些物质里面 挥发性的分子所形成的 当人们呼吸的时候 漂浮在空气当中的这些分子 就会钻到我们的鼻腔当中去 并与里面的嗅觉细胞相碰撞 这时它们就会马上活跃起来 将受到的这些刺激 转化成一种特定的信息传递给它 于是就产生了嗅觉 而发生的反应是非常快速的 我们立马就能闻到空气当中的气味 而我们的脑神经当中的脑皮层 它会把接收到的这种气味整理成一个档案 并且储存在脑海当中 所以当我们闻到一种气味的时候 就会马上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 好了 看完本期节目的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鼻子能闻到气味了吗 希望这期节目能够让你了解的更多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想要知道的冷知识 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